儿孙满堂 这大家庭他的晚辈至少也有几十个 七八十个是很平常的 孙子 侄孙 这一大堆 真是儿孙绕齐 他真是幸福 随着大家庭 大家庭负责育优 负责养老 可是现在这个家没有了 这么家破人亡 所以每个人都靠自己 年轻时候还有体力 还可以做工 能够维持自己 年一到老了 问题来了 尤其最近这几年 金融风暴 后辈的贬值 物价的上涨 怎么办 人在一生当中 能够遇到 真正能够关怀自己 照顾自己 你能遇到几个人 可能一个都遇不到 为什么遇不到 想一想 它有原因 我们年轻时候 没有关怀过老人 甚至于连自己父母 都没有照顾到 那你老年的时候 你应该受过报 这是现今社会的大问题 我们对这一句 尊卑中外 更像其狂 这还能干吗 要有这种心态的话 不能不承受因果 很快就到自己身上来了 下面说 成会于耻 于字后起 于探多有 利害胜负 那么这是将探财 探利益 在名利上 自己总想多得一份 不能够互相推让 造成彼此的争执 反目成仇 这在现在社会 常见 老人过世了 兄弟姐妹 真财产 大官司 如果父母 我们讲啊 要在地下有灵啊 他会不会流眼泪 这是大不孝 能广播出吗 站好 童 借